昨天下午 陆军风雷飞行表演队 共计有三型15架直升机进行飞行表演 其中一架直20进行单机表演时 到达预定位置后 还面对观众悬停做点头动作 向观众质疑 好 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 我们的20家族成员 直20闪亮登场了 直20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 第四代同友直升机 它的列状也填补了 我军时蹲级中型 推入直升机的形象表演 你标记着我们直升机领域 关键技术实现的功能 是的 是的 好 接下来请 面向观众 到达自己的表演位 非常的帅气啊 这个动作 是的 能不能自己的状态 对 它调整好它的位置 就在我们的正前方 对 进来正前方 好 全屏点头的一个动作 它用这个飞行员的独特的方式 向来宾表示这个资敬 它现在在给大家展示的就是 左右的撤飞 这个左右撤飞呢就是体现直升机的机动性 这个直升机的机动性 直升机的特点就是说 我的机动性 就是说高密地 隐蔽性强 我可以在305度正在一个方向飞行 我们在飞一些战术航空的时候 那必须靠这个灵活的机动性 才能完成我们的引力 比如说突击啦 就是等等的 这是直升机的这个 比较它的特性的 就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这个直升机的航展 大家都说战斗机 我们可以听到这个轰鸣的声音 那直升机我们看什么 那速度它并不是很大 它并不是很大 但是直升机呢 你可以近距离的 现在我们在画面里面 其实我们的观众呢 和直升机的整个的距离 距离非常的近 现在的这个直线上升高度 20还有一个特点呢 它的功率特别大 好 打出了干扰带 对 好 漂亮的干扰带 太漂亮了 这个 特别漂亮